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歡迎大家來到開源教育 今天下午的第一場 那我們第一場要邀請的是Eric Lin Eric他本身是一個喜歡教學工程師 然後也是一個喜歡寫code老師 然後他憑著一股灑勁走進台灣的偏鄉 希望可以跟秉持著 他的老師也是朋友的信念 然後希望可以跟學生一起學習資訊科技 那他今天主要的講題就會是分享 他在偏鄉用Squatch跟Microbit這兩個軟體的經驗 去跟大家分享說就是怎麼帶領孩子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邀請Eric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ric 謝謝 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議程是 我在偏鄉教Squatch還有Microbit的經驗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剛剛感謝主持人有幫我介紹一下 我是一個喜歡寫code的老師 那同時也是一個喜歡教學的工程師 那這張照片我特別把它放在第一頁是因為 這是我今年初在桃園觀音結束的一個課程 那在這一段期間內 我跟這些學生一起學習各種資訊科技 然後也帶他們做一點Squatch相關的作品 那這是我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所以我把它放在這邊讓大家看看這些可愛的小朋友 好 那我想請各位回憶一下 我們以前在上課的時候 小學到國中到高中 各位大概都在上些什麼呢 小學的時候我只記得我在玩吞食天地 然後國中的時候也是不學好 又跟朋友一起看靈異照片 然後高中的時候老師比較嚴格 就比較正常一點 就用那個front page做了網頁這樣子 那當然這只有我比較怪 比較不聽話 一般的學生呢 其實小學的時候 在我那個年代通常是學打字 那國中做一些文書處理 高中因為我比較乖了 所以就跟別人一樣 別人也是做網頁 那在這個我們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之後呢 其實我們上的內容就開始有改變了 我認識好幾個老師 那甚至我也在學校服務過 那最近他們就開始教滿多 真正實際應用的東西 那像是email的使用啊 或者是甚至我們Google簡報 Google文件 然後呢 就不像以前的微軟全家桶 然後正當我在準備PPT的時候 我就擔心 這些只是從微軟全家桶 變成Google全家桶而已嘛 幸好有一間學校用那個ODT 那真的就是開源的那個文件 好那anyways 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是 我們學校慢慢開始走入這個開源的潮流 開始使用接納這個開源的軟體還有技術 那為什麼學校會有這些改變呢 OK 原因很多 但是以我個人的理解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因為成本的降低 特別是我標紅字的行政成本這邊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應該知道 學校也是辦個公務機構 那只要公務機構考到前 那個行政手續的審核什麼的就會很嚴謹 那所以如果我們是跟外面的廠商 需要付錢 需要授權的這一些啊 學校的那個審核就會比較冗長 比較謹慎一點 那如果是使用開源的或者是免費的 那個主管機關就會比較 好說好說這樣子 所以最主要原因我認為是成本的降低啦 那剛剛是以學校的角度來看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以學習的主體 尤其是我們的學生來看 為什麼我會覺得 我們應該在學校推行開源教育呢 首先請各位看一下右邊這個圖 是我們108課綱的那個九素養 那官方一下啦 我們有好幾個四個養 跟我們開源教育開源技術是有 直接相關聯的 像是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然後資訊科技與媒體 那這兩個當然是我們做開源技術的本業嘛 我們每天都在思考系統怎麼做 怎麼解決問題 然後科技更是我們每天都要接觸的載體 好那開源這個東西 像我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 我就迫使自己要去思考 怎麼樣跟別人溝通 那所以我認為如果在這個學齡的那個 這個年齡的學生讓他們接觸開源教育 對他們熟悉城市 或者熟悉這種分享的文化 我覺得是很有幫助的 那當然這是官方的說法啦 我覺得更重要更重要更重要的 標紅字的就是開源技術 有助於降低我們學習城市的門檻 那難度降低樂趣變高 這些學生自然就比較願意學習 那我們就更有可能挖掘出未來的科技人才 好那講完這些當然就要 然後開始講給我們學生學程式了嘛 要學什麼好呢 這個好不好 這個沒有人看過 就是Arduino 用C++寫 然後控制一些硬體 各位覺得讓學生學這個好不好 讓小學生學這個好不好 不好 因為直接從入門到放棄 這太難了 我教過高中生 高中生也不太會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有另外一種東西 叫做Scratch 這個東西看起來界面就很友善 看起來就很簡單 只要讀得懂國字 只要有那個會邏輯思考 基本上就可以來學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來介紹這個Scratch 好 Scratch是什麼 簡單來講 它就是把JavaScript包裝成 眼睛看得到可以用手拉的積目 我們只要看得懂國字 只要會拉積目 然後我們這樣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 然後只要邏輯正確 我們的程式就可以跑起來 好 那講這個有點太簡單了 各位都是高手 所以我列了一些 各位可能會有興趣的東西 那Scratch專案呢 它是由MIT所發起 然後維護的 那它在Github上面有好幾個專案 好幾個Repository 那它大部分的授權都是MIT 那有些是BSD 啊 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去把它Clone下來 自己改 自己玩玩看 好 然後呢 欸 Scratch有什麼優點呢 它有非常多優點 那我個人就列出 我認為最重要的三個 第一個 它簡單 它包裝成積目了 那學生不用去學那些語法 積那些符號 那只要看得懂國字 然後會拖拉 那促進它的邏輯思考 就可以學習 第二個它方便 我們瀏覽器打開 直接網路 欸 隨時隨地在哪裡 都可以打開 都可以學習 再來第三個 也非常的重要 它是視覺化的 好 在這個年齡層 因為我大部分是教國小的 在這個年齡層的學童呢 他們只要感到困難 或者是比較需要花點時間去理解的東西 很快就會失去專注力 那所以變成視覺化的東西 他們就會覺得好玩 他們就會跟更多的意願去學習 所以這是我認為這三個最重要的點 好 這邊做個簡單的demo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視覺化 現在就要給各位看看 這個視覺化的結果 好 這是Scratch的介面 它非常簡單 那我把它稍微放大 欸 不要放大好了 這樣看不到城市 好 我直接玩一局 好 這是我之前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然後為了宣導那個城市教育 還有防疫觀念做的小遊戲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遊戲雖然小 但是很完整 有計分 有動畫 然後有遊戲機制 然後還放了一點教育的那個意義在裡面 然後呢 欸 我們來看一下 這每個專案裡面的角色 它都有屬於它自己的城市 好 這邊 大家有沒有很熟悉 if else 對不對 然後這個forever 其實就是我們話要回圈嘛 好 那所以我剛剛沒有騙各位喔 它真的是把JavaScript包裝成這個積木 我拖 我拉 欸 就可以寫成是 短短的幾行 短短的幾行 好像也沒有短短幾行 好 但是比起那個 比起剛剛我們看C++ 它相對是簡單的多 那如果我們用比較簡單的程式 就能做出作品 學生真的就會比較願意學 願意聽 願意玩 好 那 欸 Oops Sorry 好 欸 很棒 世界和平了 欸 可是呢 學生就睡著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學生太聰明了 他們只要班上有一位同學 會上網去Google 怎麼玩遊戲 接下來全班就都會了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別人的遊戲還是比我們都好玩 自己做了Scratch遊戲 好像也沒什麼 一開始很有新鮮感 玩久了就 還好 所以現在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另外一個東西 為什麼要介紹它呢 欸 因為 在這個年齡層的小朋友 他們只要手摸得到 可以跟同學互動 他們就會很有興趣 好 那怎麼讓我們的程式用手摸得到 剛剛是看得到 現在要摸得到 怎麼弄呢 欸就是這個 Microbit 它是什麼東西呢 各位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簡化版的Arduino 它把很多電子元件都焊在這個板子上面 我們只要做簡單的電路連接 然後一樣用積木寫程式 控制這些電子元件 就可以做出 很快的做出一些看得到可以玩的小作品 好 那 它有什麼優點 基本上Scratch有的優點 它都有 一樣簡單 一樣方便 一樣有視覺化 那哪裡不一樣呢 它摸得到 學生可以實際動手做 做完之後 因為是實體成品 它可以實際跟它的朋友互動 欸這就帶給他們非常非常大的學習動機 像 我之前用Scratch 請學生做了一個剪刀石頭布的專案 欸三分鐘就有學生跟我說 老師好無聊 我可不可以上網 嗯 不行 好 那 後來我帶他們用Scratch 我帶他們用Microbit 做了一個 一樣是用剪刀石頭布 只是變成按按鈕 然後用LED顯示那個剪刀石頭跟布 欸他們就玩了半個小時 這就是差異 他們摸得到 他們就會覺得有趣 好 那這張照片啊 是我帶他們做電流集集棒 然後整節課大家都在排隊 都想要挑戰 這就是差異 這就是碰得到的魔力 好 欸 一切又更美好了 只是還是有些問題沒有解決啊 嗯 我們有私資的問題 欸 像是偏向的老師通常不是由 資訊專業的那個老師去帶 那會有其他的客人去堅韌 然後還有成就感的問題 學習態度的問題 不過這個比較偏教育類 所以 嗯 我就暫時先跳過 好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在QA或者是我們會後 我們可以 稍微討論交流一下 那 嗯 聽說在CourseCup的 那個議程 防止大家睡著的方法 就是放一張貓的圖片 不知道是真的嗎 我第一次參加 這是真的嗎 希望各位沒有睡著啊 好 最後要接近尾聲了 好 剛剛有一個問題 跟我們開運年會 還是有點關係的 就是欸 我們缺乏 統整性高的中文教材 好 我們其實也有 中文教材 欸 統整性也不錯 可是啊 他們多多少少都有點問題 像這個Mblock 我個人認為做得最好的 可是它是中國開發的 它是有中資的疑慮 有些學校是不太願意 讓老師使用中資的產品的 好 那還有Beat Designer也是 這個是國內的一個老師做的 也很完整 可是它蠻肥的 就是 有時候我要做一種功能 我甚至不知道選哪個選項 它太多了 太完整了 OSEP是軍醫教育平台 跟好像跟外面廠商 還是他們自己做 有點忘記了 反正跟軍醫有關 那可是它的 它門檻比較高 安裝過程複雜 有時候我自己裝的時候 都要上Google 或者問軍醫的人 才知道怎麼裝 OK 好啦 其實剛剛只是雞蛋挑骨頭 故意要挑的 就是想要自幹 工程師就是想要自己寫 那個自製擴充 真的就是有一些優點 是無法取代的 我們如果可以自製東西 我們可以自己寫的話 我們可以做出更彈性的課程 然後可以跟學生討論 做出讓學生有更有歸屬感的功能 歸屬感是一個上課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如果學生有歸屬感 然後這個課他就會更參與 所以我才會這麼想要做自製擴充功能 然後可是呢 我在這個地方就遭遇到蠻多問題的 我本身是寫.NET 然後Scratch它是用react開發的 然後所以即便他在Github上面 有公開他們的那個repository 然後也有一些那個教學 可是呢對我來講其實是蠻堅設難懂的 然後官方的看不懂 我就去搜尋社群的嘛 結果社群的討論 製頂的是2017的 然後我就不放棄 我再去查部落個文章 然後查到一篇2022的 結果他是有錯的 我從頭照他的步驟做到後面 然後會有bug會有error 所以這一兩個禮拜都在搞這個 工作之餘都在搞這個 然後可是還是沒搞出個東西 所以算是有點求救 希望在這邊有高手看到我這個困難 這個困境 然後可以幫我寫一個 連我這個寫打內都能看得懂的教學這樣子 好 那當然我不能只丟出問題 我還是要稍微介紹一下這個Scratch 它的那個Github上面的repository 之間怎麼合作 最主要有兩個 它會有一個repository是ScratchVN 另外一個是ScratchGUI 我們自己寫的擴充功能的話 是我們自己寫的JavaScript檔案 那我們會需要提供路徑 然後那個module的位置 然後讓VN去讀 那GUI再跟我們的VN去溝通 然後裡面就是用那個react的框架來做這樣 可是因為我沒有寫過react 我只有寫個angre 還有最主要還是寫.net 所以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直找不到錯誤的原因 所以一直卡住 那後來我找到另外一個解決方案 這個就不錯就可以運作 它是別人做好的一個網頁框架 它會直接到我們的Github page 去讀我們的JS檔 那我們把我們的擴充功能寫成JS檔 它就去我們的Github page抓 抓完就可以用 就的確也可以work 很棒 可是它有個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JS是在Github page上面 那所以呢我要debug的時候就很麻煩 我每次發現有bug我就要改一改 然後再把它commit到Github上面去 然後再等它重載完 好幾分鐘就過去了 那大家都知道debug有時候就是很麻煩嘛 要一直改一直測 所以這就讓我的那個開發的過程 就是也是遭遇蠻多的阻礙 好 那所以最後就是許願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希望有高手呢 以我們台灣人的身份做出一個 即便是寫後端都能看得懂的教學文章 然後英文的也沒關係 然後第二個就是臉皮再更厚一點 如果有人開發出可以連接minecraft 或者是line啊或者卡戶這些 第三方應用的那個 那個extension那個擴充那就更好了 ok 好 那最後時間的關係本來是想要推坑偏向教育 不過這邊我暫時就先跳過 各位如果你有討厭的朋友 麻煩介紹給我 不是 如果你有朋友也對偏鄉教育這個議題有興趣的 麻煩介紹給我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為偏鄉多付出一點力量 那最後呢 這邊我們分享一點我那個 隨時秀一下照片 這是南投縣的信義鄉 不是信義區喔 是信義鄉 這邊在我們家開車過去 在山上要一個半小時 他們是一個原住民部落 那他們的小朋友很可愛喔 我在字界裡面有提到說 有些學生第一次上電腦課 他們連開機都不會 因為他們從小在家裡就是要幫忙務農 要到田裡去種菜 那他們電腦課第一次上到 老師這個東西好酷喔 欸怎麼用 欸 他不會開機耶 真假的 欸 所以我第一堂課就是上開機跟關機 好 那左下這一張我也是特別挑出來 他們這小朋友真的很可愛 他們三年級剛升上來 欸來 各位同學點一下左鍵喔 老師左鍵是哪一邊 這邊 好 真的很可愛喔 他們真的很天真 都市的小朋友看到我 不會很大聲的喊老師 那我每次開車到這間學校 學生在掃地遠遠看到我就 老師 有一種被需要的感覺 真的很快樂喔 哈哈哈哈 那這個是在桃園的那個觀音 也是偏鄉 那這邊的學生 相對比較有那個資訊的基礎一點 那所以我就帶他們玩那個 Microbit 那玩Scratch 他們沒有什麼興趣 很快就學會了 那Microbit 大家就很有興趣 都一起去體驗這個過程 好 那最後這張照片 繼續一樣讓大家看一下 這些可愛的孩子 好 這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有些東西可能沒有講得很深入 那如果各位有問題的話 歡迎提出來一起討論 那也希望各位到我的粉絲專頁按個讚 給我一點鼓勵 因為我是沒有收錢去學校 跟他們做義務的那個上課的 好 OK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大概到我這邊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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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謝謝Eric的分享 非常熱情的老師 那我們在場有任何人就是有問題 要問他嗎 請說 對 因為剛才說Scratch有很多問題 那你有從事過 像blockley blockley 或其他的類似的東西嗎 是 請說 那種blockley 或其他 blockley blockley嗎 我沒有嘗試過 我只有用那個 剛剛講的 用VM 還有那個GUI的溝通方式去做 那 所以 blockley是另外一條路是嗎 對 這一次很容易 喔 OK 好 那我再去Google看看 感謝 感謝 喔 這樣子喔 哈哈 難怪 難怪官網的那個字頂是2017的 哈哈 好的 好的 好 就是blockley是嗎 關鍵是blockley 好好好 謝謝謝謝 那我來去Google看看 謝謝 喔 好 我稍微demo一下就是 嗯 剛剛 欸 這邊呢 scratch他內建的積木 就是其實就是我們很標準的程式語言可以做的事情 Io啊 然後流程控制啊 然後 還有他比較特別的是他可以換圖的功能 那 如果我們有一些比較 嗯 我想要做比較有趣的功能 像是我想要用http request來打我自己的server 然後做一點可能 模擬的遊戲之類的 那這些 他內建的積木就做不到 我們就需要用那個擴充功能來做 那 他有提供一些 scratch官方有提供一些 嗯 內建的擴充功能 但是這些就沒有很客製化 當我們想要做客製化的功能的時候 就需要自己寫那個extension 或者是說 找別的 別人做好的 那 別人做好的就是 一樣會綁手綁腳 或者是跟 根本跑不起來 會有error 那都不在自己的控制之內 如果我們要自己設計課程 就可能也不太適合 那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謝謝 那請問還有任何人 請問還有任何人 可以說 問題是 嗯 可是他們的那個 做法會變成說 他培訓你 然後再 把你送到他們有合作的學校 那像是我自己跑的學校 是跟TFT沒有合作的 那可能他們就也沒有這樣的資源 對 所以你不是自己的學校 是的 是的 那請問還有任何的問題嗎 那再次謝謝Eric 然後謝謝大家來參與今天下午的第一場講座 那我們第一場講座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我們的下一場 會在 我們的下一場 會在 40分的時候開始 歡迎大家 就是可以上個洗手間再回來繼續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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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use 謝謝 謝謝 謝謝